郑爽、吴尊和张艺山现身这就是铁甲探班会,三人默契开玩。 游游酷自制的网综着,就是铁甲在4月2日在上海举办了探班会。 出席的人有担任战队经理人的郑爽、吴尊和张一山。 在现场,三人阐述了陆志去世,心得,还在现场cause聊铁甲,真是好不热闹。 感觉此次郑爽又漂亮了,穿着一身休闲衣,头发散着,清纯可人,最可爱的是他脑门儿贴了一个卡通窗口贴,可能是受伤了。 不过这个卡通贴给他这个人添了一丝孩子气。 看样子,郑爽很开心,他也表示这次参加这个节目并做战队经理人,很合他心意,很开心。 因为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清纯可爱,其实内心很直男。 郑爽作为此次嘉宾的唯一女性,也广受吴尊和张一山以及团队的赞扬。 而吴尊和张一山两人在舞台上还模仿了自己喜欢的铁甲,滑稽的样子很搞笑。 其实在现场,三人还是有一点针锋相对的,当提到战队的实力时。 张一山表示郑爽的战队很厉害,他还笑称说如果能打败郑爽的话自己就很满足了。 而郑爽全然不接他的梗,表示只想挑战自己。哈哈。 感觉张一山吃饼了。 吴尊也在此次采访中透露自己压力不小,他想让他的选手们成功。 张一山呢,称自己适应能力挺强,现在的情况还不错。 这,就是铁甲。 其实是由48支国际顶家机器人战队加盟这个中国格斗机器人节目,其中参加的国家很多,看来是一个很强的节目,战争一定会很激烈。 其实这些战队是由四位明星担任战队经理人带领的,所以除了郑爽、吴尊和张一山,还有一位神秘嘉宾,暂时还没有透露,会不会是个大佬呢? 这,就是铁甲。 这,就是铁甲这种全新的综艺形势很让人眼前一亮,很多网友也都期待着这部网综的播出。 4月的13日就是这。 就是铁甲在优酷的首播日,不知郑爽、吴尊、张一山以及神秘嘉宾带的这几个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。 游游酷自制的网综,就是铁甲在4月2日在上海举办了探班会。 出席的人有担任战队经理人的郑爽、吴尊和张一山。 在现场,三人阐述了陆志去世,心得,还在现场cause聊铁甲,真是好不热闹。 感觉此次郑爽又漂亮了,穿着一身休闲衣,头发散着,清纯可人。 最可爱的是他脑门儿贴了一个卡通窗口贴,可能是受伤了,不过这个卡通贴给他这个人添了一丝孩子气。 看样子,郑爽很开心,他也表示这次参加这个节目并做战队经理人,很合他心意,很开心。 因为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清纯可爱,其实内心很直男。 郑爽作为此次嘉宾的唯一女性,也广受吴尊和张一山以及团队的赞扬。 而吴尊和张一山两人在舞台上还模仿了自己喜欢的铁甲,滑稽的样子很搞笑。 其实在现场,三人还是有一点针锋相对的,当提到战队的实力时,张一山表示郑爽的战队很厉害,他还笑称说如果能打败郑爽的话自己就很满足了。 而郑爽全然不接他的梗,表示只想挑战自己。哈哈,感觉张一山吃饼了。 吴尊也在此次采访中透露自己压力不小,他想让他的选手们成功。 张一山呢,称自己适应能力挺强,现在的情况还不错。 这,就是铁甲,其实是由48支国际顶家机器人战队加盟这个中国格斗机器人节目,其中参加的国家很多,看来是一个很强的节目,战争一定会很激烈。 其实这些战队是由四位明星担任战队经理人带领的,所以除了郑爽、吴尊和张一山,还有一位神秘嘉宾,暂时还没有透露,会不会是个大佬呢? 这,就是铁甲这种全新的综艺形式很让人眼前一亮,很多网友也都期待着这部网综的播出。 4月的13日就是这,就是铁甲在优酷的首播日,不知郑爽、吴尊、张一山以及神秘嘉宾带的这几个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?